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5号 也是我们天使衣服开局的第246天 第266天了 混一混就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呀 来给大家看一下做起皮肤 你们说的做起皮肤做起 啊 怎么绿油油的呀 不是 这皮肤怎么绿油油的 今天他起碗了 他起碗了 这后面马上就来 我们先把日常礼包买了 来日常礼包先买了 来兔兔不在动了一点 这个也没了 这个没了 龙哥听说现在21随便打80亿 不是随便打 只是有几率打 现在剑谷 现在剑谷是贼牛逼 他合体了以后伤害爆表 剑谷现在是合体以后伤害爆表 就是打那些80亿的他们有几率可以秒死 这一合体伤害就爆表 不是现在有bug吗 差不多那你算bug 因为剑谷合体以后伤害特别高 他伤害高度离谱现在是 现在是剑谷他合体以后伤害爆表 好 手机来了 不好意思 我刚刚去做视频去了 结果做视频做上头了 越做越想做 因为我制作了一个红包封面 超级好看 我想做那个视频告诉大家可以去领那个红包封面 我自己做的 有一万份 然后这个就做上头了 来 现在开始送了吗 对啊 开始送了 开始送了 好 来 我跟你们说一下 今天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图 这个图一个是说我才20亿 这个人说他已经80亿了 这是黄组的4强 很强的 这个才 什么组 王组的16强 那这个图 马数很高啊 这个马赛克数量很 很多 他这个20亿打过了 80亿的 正常 正常 现在因为 剑谷数据崩了 对 剑谷数据为什么会崩 就先我们的小龙头学为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因为合体以后他的数据没算正常 合体以后 报表 就是有可能就报表 也有可能是一文不值 就没合体 这是为什么 但他应该也合体报表 为什么他没有报表 但是这边合体是没大事 这边分 他只要融合一消失 那边还在融合的话 直接把这边秒了 哦 就看谁都融合坚持得久 啊 对吧 这个游戏里也要比谁坚持得久 哎呀 因为他只要 作为一个男人 我们就压力也太大了吧 游戏里面和游戏外面都要比谁坚持得久 我还玩游戏干啥呀 对吧 我玩游戏是图格乐的 怎么来自虐了是吧 啊 看群 看群是什么鬼 是不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 因为刚才为什么迟到了 是因为我 做了一个这个红包的风皮 点开特别的漂亮啊 然后呢 做了一万份 这个东西我刚才就是在做这个视频啊 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 昨天伯格用他的小号打赢了大号 伯格还有小号 小号是多少钱 就伯格最后12区他打赢了他以前老区的 哦 咱们这个区的伯格打赢了他以前老区的号 这样 太假了 所以 我们为什么现在中书 能够拿到五级神六级神 就是因为 伯格他那个号 也有可能 被我被刺 对吧 突然间我们就 这个我就把他换成功了 对吧 这个 能打赢 还是打不赢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看脸 不是看实力了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抖的这个数值就是有点崩了 他成此以往 抖了大为处的口碑 就要量了呀 对吧 哎 你是机器人吗 你给我发那个新p跟系统似的 有可能是老板发的 老板有可能是个机器人啊 他 每月 可能挣100万 但是呢 他还喜欢来我们直播间 每天来凑一凑热闹啊 然后晚上待到好晚 待到10点11点 其实他是很牛逼的 就是 如果你 作为一个老板的话 你说你躺着每个月有 几十万的收入对吧 这个能不能说吗 这个这种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各位 可能不一定真实啊 老板到时候 有人举报他就麻烦了 就是如果你是那样的话 你可能就不来 不来搞事情了 这个公司你就交给别人去搞了 对吧 别人去打理就完事了 但是如果说 你成了老板那样的 怪不得他能赚钱的 活该他赚钱对吧 他就是 很珍惜钱 就抓紧 抓紧所有的机会 能做多好就做多好 就是这样子 我经常看 今天还有个人 他 找我说 要借 1888 那个人 截图 我直接拉黑了 我可以搜一下 我搜一下发给你们 我这些东西都没有在吹牛啊 一直以来都有人会找我们来借钱啊 很多是小朋友 他们是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关 他们想要借个六块或者让你帮充个128648之类的 他们是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关 然后这个同学 他是今天下午为什么要找我借个这个钱 还就花杯 他说他与期时间长了 今天给了通告他也得要还 但是今天给了通告 他说下午就能套出来还你 已经是下午了 已经是下午3点48 然后还要先借了你1888 然后下午再还你 你别谎言你就说 对吧我明天再还你 这个可信度还更高一些是吧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也不会借他 反正就是说 这种东西我借了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为什么很多时候 别人要个六块 我当然可以给 包括说咱们有要是有女粉的话 对吧 这个 这个发张 日常咱也可以给个六块 这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说 一般人找我们来要 我们不会随便给 就是因为 我们要珍惜钱 如果说你不珍惜钱 钱也不会理你 你现在把他还了 他以后还会欠 对 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自己不珍惜钱 你没有把你的钱用到刀刃上 你随意把它花了 以后会遭到报应的 就是 很多地方的商人 什么灰伤 折伤 他们是很珍惜钱的 是这样子 小西呢 小西在睡觉呢 呼噜噜的睡觉呢 他大概要在晚上11点左右 他那边就是早上7点 然后8点 应该是晚上12点 他们那边是早上8点 然后才会起床 大概是这么一个作息 因为他们那些时差是这样子的 对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的 所以就不要这样搞 但你不能说我色 不能说我好色 女生发了个图给我 我肯定是要转发给兄弟们的 对吧 那我6块钱不是白花的 那我肯定是这样子的 望从能见我188吗 我有朋友出了个新皮肤 要给他买个新衣服 快过年了 你的朋友是不是在王家里面 在王家里面是吧 有个女朋友 你结婚对吧 然后让我给你随个彩礼 18块8是可以的 然后8就算了 今天大风刮了你5毛钱 是这样子吧 冰哥现在是查情况 他回浩天去了 浩天也没怎么问 他差不多就退了 你这个 112个箱子 一个垃圾碎片都没有开出来 哎呀 龙哥 你也不留点给我 你看这是吃毒吃的后果 你就也留点给我呀 来打打打打 没关系 530540550都可以打 走 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两个已经打了 这两个boss 其实有可能爆出好东西的 这个蛮好打错了吗 没有错 2440 对不对 540才对 给我们下载的朋友们 对吧私信一下 我送你们一个红包封面 特别好看的红包封面 我自己做的 这是我们之前去拍那个视频 我去比那个星 然后这个手 披了一下 变得白了一些 这个树是真实的树 是一个星形的树 在我们这边有个公园 叫做什么 松亚湖 松亚湖里面有个这样的树 然后把那个树的颜色给改变了 它是绿色的 然后给它染了个粉色的 之后 我们拍了一个视频 然后呢 又那个视频做了一个封面 你们想着这个封面 你们可以私信一下吧 是要点击下载了这个游戏的 再搞啊 有几个 看一下 一个 下面有金的吗 好没有 没有 周六应该有 周六人多的话 应该会有 有可能会有啊 每一位 漂漂老公的账号在哪 好 抢完了 参与了 第2个第2个 哎呀没有选中 可惜了 算了吧 啊算了吧 不了不要 三选一 选不着 来几个创始全名 留9万就行 这个你不用留 反正也会被超过 我留9万到时候 下次再拍就行 那你拍 改天我们去厦门找一下博哥 让他请我们坐下这个法拉利 然后偷偷的把他挤下去 挤下车 然后我们就开机就跑了 然后我们也体验一把 这个去 酒吧门口 或者大学城 外对吧 绕一圈 然后有 有妹子 然后好奇的把头伸到的这个窗口来说 哎能不能 加个微信 什么 女孩子是很委婉的 哎呀小龙就是 不懂女孩子的心 女孩子不会说要不要加个微信 不会那么积极的 除非你看的是劳斯莱斯吧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有可能 但是劳斯莱斯有可能太危言了 别人也不太好气口 据我了解 女孩子基本上都是说 哎能不能送我一节 他会很客气的说 师傅或者帅哥 能不能去送我一节 然后我要去哪哪 他可能 并不要去那个地方 只是想坐一坐你的这个车子 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想看一看他有没有这个机会 不太好这口 抱歉 我们就是知道的东西多嘛 对吧 这个 知识太多了 也是有负担 希望大家不要学这样的知识 学一学什么这个机器学习 什么这个 学的一些高大上的知识 另一张知识能够赚到钱才有用 你还没看新的做起皮肤吗 小龙给他看一下 我们明天可能 明天后天会有一个新活动 到时候出来不就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能有9万荣誉 9万荣誉有 其实不难 但是厉害的是小龙 一下子就可以用个9万荣誉 对吧 直接就买个 他是那些 那次用了4万4的荣誉 对吧 你要什么时候能大手笔这样子去花荣誉 那你才厉害的 大不了把轮椅让一半给我做 我带你兜风 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片子 就是一个法国派的片子 一个人他特别的富有 但是他身份残疾 他就遇到一个黑人 然后那个黑人 应平当他的那个 私人的天生助理 然后推荐他 看全世界 是一个评分非常高的电影 人家确实是轮椅让了一半给那个黑人 然后那个黑人就是 带着他疯狂 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图哥每次失眠的时候都看你的视频 哦 说到这个 又想到一个东西 每天都有好多人找我聊天 我也很开心和大家聊天 记忆唤醒了 其实做主播你就要有些东西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要让大家都觉得 你这个人 有点东西 一直一直都在和别人分享东西 而且看得到你这个人是 很上进很积极 一直在进步对吧 这样的话粉丝也会觉得 你是积极将上的 而不是你 就是一个颓废男 一天到晚只知道打游戏对吧 这样的话 连女粉都不会有 你没有了女粉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男粉 是吧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个水友他还给我 他我本来是和他在聊那个 那个自行车 他说你骑不骑山地自行车 他有一辆 我说我大学的时候起 然后呢我再聊 聊什么呢 就是说大学毕业之后 他蛮看好这个游戏代理的前景的 对吧 到时候贷款搭建 代理平台开始创业 图哥你不忙的什么都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呢 对吧 那个时候看了你B站视频蒙生了这个想法 这个当时我说过一嘴 代理平台 其实当时子儿就是搞几个东西 就我们刚开始玩斗罗3000伏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个劲敌 我打不过他 因为我充钱没有他多 他是一个平单的小老板 那个人的话他充了比我多的钱 打我打得很厉害 我一直被压着他打 然后当时我自己绞尽脑汁 更容易债他 特别的刺激 然后呢 当时他是 他不是贷款 他是花了10万块钱 建了一个子儿的那个平台 就是那个平台啊 就是我代理斗罗代理什么什么游戏 我都可以建一个这样的平台 然后建了这样的平台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 把这个游戏推广出去 别人充实 你就有这个提成有收入 你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他不是拖 他就是 信别人来下载 然后给别人一些实惠 顺便的也赚点钱 他不是说去游戏 说怎么来来来 一起玩我们游戏怎么的 不算那样的拖 他是一个老板 子儿也是这样子的 他也是做宣传的 那我的话 我告诉他这个建议是怎么样 我说这样的平台非常的多 但是不好推广 子儿的平台对吧 当时他还推了一下 早就没有声音了 他是自己就冲钱 嘎嘎冲钱 301现在也不太行的 以前3011很强大 以前3011的号有很多很多 现在也不太行了 包括说我自己和他也有一些这个看法 因为我那个号 B站西游 就是我当年在那个号电3000的 浮的号 就是3011开的 然后那个号 他现在已经40多亿站力了 对吧 然后呢 从10级 战力开始 我就收不到钱了 因为他们本来 我作为那个游戏的这个 渠道方 那个号是我自己创建的 我自己的号 我充值是有定的分成的 所以当时我就可以把这个号便宜的卖出去 但是呢有一天 这平台就 自己就把我的 路给截断了 因为他们平台有些困难 他们就不要费死了 这是继续打着 打这个是吧 这个 他们平台不要费死 他们就是原本是 玩家都可以找我充值的嘛 然后他们就自己给玩家充值 就把我占的钱 他们就自己拿走了 反正这也从一个特别严静了 3011他在走下坡路 不然他不会跟我抢这个钱的 他要冒着得罪我的东西 要和我抢这个钱 那不是疯了吗 对吧 所以呢这个 3011也不好做 我说感想感尴尬挺好的 但是呢我 当年 也有过考虑 你说紫儿也弄了 对吧 10万块钱 我也拿出来 但是呢我为什么没有搞 我就是 和七里合作 我就说搞平台和玩游戏不一样的 我就玩好我的游戏 我喜欢玩游戏 我想享受玩游戏 享受这个过程 但是呢你要搞平台 你要去运营这个平台 你要找这个客服 你要去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 你甚至你要找一个研发 比如说七里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小圆圈嘛 看着没什么东西 但是这些功能 全都是要做 甚至要找这个美工 去给你做这个图 对吧 有很多东西要做 你真的要做成功 不是说我代理一个现成的 就可以了 10万块只是你代理一个平台的费用 人家 人家如果说 人家能轻轻松松赚个10万块 人家为什么 他还要拿这个代理 让你去当呢 对吧 就是一个代理不好当 所以他才愿意 把这套东西给你搞一搞 然后呢 他给你赚个9万块 对吧 10万块 然后呢 其实就把他的平台复制一份 包括老哥之前 我听说过 就是老哥把他的七里网络 他把这个平台复制过一份 给别人的 别人就改了个名字 也改头画面 也开了个平台 对吧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交钱就可以办的事情 但是不一定能发展得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 关于创业 其实我很希望能 给大家多分享一些东西 但是本身 我肚子里也没有几分笔墨 没有办法和大家 分享太多的东西 中书好无聊是吧 是的是的 但是每一个玩斗罗 玩这个游戏的人 都得要是这样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年我双手插头 被打的不知什么是那种 不是 被打的鼻子里那种 当年我确实是 冲前冲不过别人 我当时就是萌生退役 谁知道 这个斗罗那么强悍 就是我当时 如果知道 斗罗其实一直可以做 一直可以赚钱 当时我就 甚至 我应该就一直 做斗罗 对吧 因为斗罗其实每周 有个活动 我进去课一课 就可以了 别的也不需要搞 但是呢 当时是没有这个觉悟 所以我其实是 错过了一波 赚钱的机会 导致我很多年份 2020年 2021年 都亏了一些钱 特别是2020年 亏了比较多 大概是亏了40万左右 就是除了我 所有赚的钱 我还亏了那么多 因为我当时 特别的窘迫 不仅是公司 裁员给了4万块 没有了 我社保提了6万块 也花了 家里总共借了 我35万 额外的话 我妈会支援我一点 支援过我个外买块 因为我说 我这个什么什么 又想买什么 又什么什么 钱又不够了 她会支援我一些 然后这些钱也没有了 现在也没有还他老人家了 这些钱都没有了 包括我这个网贷 也一点点借上去 借到最后 所有的网贷 都借到不能再借为止 这真的是很刺激 所以如果说 你这一辈子 能够说 做一些自己 不后悔的事情 其实真的是 你很有勇气 我今天还看了一下 我大学设友的朋友圈 我大学设友 有一个去了 这个新业证券 做这个研究员 就他们是做证券的 就是去做金融的 能去这样的地方 是很厉害的 我那个大学设友 是很牛歪的 然后包括 我另外的一个大学设友 宿舍有四个人 还有一个设友 一几年 更新了朋友圈 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了 学校就是他最后的高光时刻 学校出来之后 其实也就没落 就归于平常了 就是 就没有什么好分享的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看到他们的生活 我会看到他们的同学圈 我就是有些感慨 就觉得物是人非 好多东西都变了 而我 我还能折腾在前线 还能认识很多朋友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就别讲一些认证游戏 游戏已经认证玩完了 朋友 我们就是 加300万 加300万是吧 好 这个魂环加的还挺多的 我们 每周玩斗罗 其实啊 每周玩斗罗 主要就是那个活动 出了活动 对吧 我们周六一搞 两个活动一起搞 对吧 那一小时 特别的激动 然后呢 也花很多的钱 然后也提高很多的战力 甚至有新武魂的时候 出来嘎嘎换 然后嘎嘎猛 对吧 那个时候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除此以外 其他的时间 都是打水的时间 都是聊天的时间 其实我今天还和我老婆说 斗罗这个时候 其实为什么我 每天都要来播 其实不仅仅是说 我能赚到钱 而是因为 我觉得是一个 很自在的一个地方 我今天我做的事情 我做的很累 我忙了一天了 我能来直播间 一边玩游戏 一边和大家聊聊科 我是很开心的 就很放松的 包括和你们一样 你们觉得 我246晚上8点 我来直播间 我又能见到老王图了 我看他今天又能搞出什么花画 看他一周又折腾了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对吧 我就很好奇 对吧 我就来这个轻松的环境 我再发几个弹幕 和他一起聊聊天 甚至装装逼 开开黄色玩笑 是吧 开开车 对吧 不挺好 对吧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也愿意讲 你们也愿意听 你们也愿意和我讲讲 你们的这个新鲜事 对吧 你们也和我微信扯一扯 拜拜 扯扯独自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就是因为很自在 我们就是不是说 游戏也很好玩 就是很自在 所以我们就来玩一玩 和大家聊聊科 我不会整活 那我没有这个 我这太平坦了 整不出来 对吧 挤一挤也没有 对吧 没办法整活 别的活其实 不太好整的 你说我们区区一个游戏主播 钱包掏开 钱包 一分钱没有 里面 给大家看 红包 这里面 全部掏出来 一叠卡 什么社保卡 还有两张社保卡 有张还作废了 我告诉你 这好多废卡 这个什么 信用卡 也没有用了 也注销了 这就没有几张卡 就几张银行卡 真的没有钱 所以你要我整活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也可以说一下 花个50以下的 可以整活了 也可以 我今天还看到 有一个人 他在拼多多 买那个扫地机器人 26块 一个 没有开价 他就买来测一测 26块的扫地机器人 到底有多智能 是吧 结果 他买了20个 然后20个都放在地上 然后一起开机 到处一起 屋头 到处 像是煤团舱一样 到处乱串 然后这个就火了 这些人是很会搞活 游戏充那么多钱 你花呗怎么还 我有工资 我工资肯定是能覆盖 我游戏充值的成本的 不然我为什么还要一直做 我现在 我是20 也就是5月份开始做这个天使服之后 我这个 每月赚的钱 比我充的钱 要多了 不然我之前 我的收入 大概就只有 三千四千 刚好够我 贷款的利息 不算我吃喝拉撒 不算这些钱 那时候我是过得特别难的 就是本月 当时我心里已经很变态了 我跟你们说 老板说 好 帮助我给你充50万 然后我在想 我靠你游戏充50万 你一毛钱不给我 当时我和他们决定是没有给我钱的 这话我就实话说 当时我就心里扭曲了 因为我看这个老板游戏里 嘎啊充 我们那时候游戏都充了160万了 然后呢 我自己的话 我当时只是有一点点市民的收入 而且市民收入还在往下掉 那时候 我吃饭的钱我都快没有了 我觉得我在长沙我也混不下去了 我就要找份互联网的工作 重新回去打工了 然后 天使服就开戏了 我就活了下来 真的是这样子的 充钱是公司出的 不是 不是的 我们有些主播 他刚应聘过来的 那没有办法 公司得为他出 公司得给他提供这个薪资 但是我们不是的 我小张都不是 伯格也不是 你们公司缺员工吗 所有的公司都缺员工 缺那种 能给公司赚100万 但是只要50万的员工 对吧 公司就得要需要这样的员工 但是呢 你能不能为公司赚那么多钱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不一定是要赚100万 你说你一个月能赚1万 你就是能产生1万的价值 不一定是你真的让用户 给你掏了1万块钱 但是哪怕你做一个优秀的客服 对吧 回答这些问题 哪怕做一个普通的主播 虽然你可能还没有赚多少粉丝 还不能为公司赚多少钱 比如说我们这边养了两个主播 一个是新支柱 还有一个是布雷 他们其实现在粉丝没多少 然后呢 也没什么这个数据 其实公司还在养着 其实也是 因为看 希望说他们以后能够分发图强 努力努力 帮公司赚到一些钱 也是这样子的 能给公司负债50是吧 谢谢 谢谢 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来我公司请你吃个饭 然后放虎归山 不要来祸害我们了 谢谢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我以前我谈很多女朋友 我和很多女朋友分手 是因为我经济状况不行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给她 带来一个好的生活 然后呢 我和她的生活 我其实又不满意 我想要去折腾 但是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成建筑 我们当时 经济基础一大糊涂 我一直在亏钱 然后呢 女生又是需要说 我觉得大男子主义 出去吃饭 出去逛街 我不得花点钱 但是呢 我又钱包里面没有什么钱 我很自卑的 自卑的情况下 我就是会做会搞事情 然后呢 我就把女朋友给做没了 对吧 我说的分手 我就把人家给甩了 名义上是 我不喜欢你了 实际上是 我没有钱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再过这样的日子 我觉得我很自卑 我养不起你 我是这样子的 妄图说一下 如何能加入七的网络 我过几年也要来 七的网络需要 很多的职位 但是很多基础的职位 比如说客服啊 他在本地招 那本地薪资比较便宜 他就不用说 你比如在省外啊 跨省招的话 其实成本会很高啊 你又不在这住 你各种消费会高一些 然后呢 你还要经常回去 回家什么 也很困难 对吧 你说你这个路费 也要很多 那你这个薪资 如果不高 就吸引不了你 对吧 所以一般不招省外的 但是妻里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需要你热爱游戏 喜欢分享 有想要成为明星的意愿 同时你能吃苦耐劳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每一个条件 都不是一个硬性标准 但是这些软的标准 才是真正的考验人 你可能你只是贪玩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游戏 当作一个职业 每天都要坐在这 而且有时候 你可能数据不好 没有人来 看你的直播 没有人看你的视频 你要发愁 怎么样做这个视频 做直播 对吧 你又承担很多这样的压力 玩游戏和 被游戏玩 就在一年之间 你做了主播 你可能就被游戏玩了 对吧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总觉得是有报销 游戏我们是给你报销 包括他们 只要说七里有的游戏 他们想玩哪个 玩哪个 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玩 但是那些新主播 其实不太努力 这句话我就放在这 我之前他们来了 我就说七里有些游戏 你看到哪个 想玩你就玩 你要充多少钱 你和我说 对吧 制定一个预算的标准 然后呢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差不多 只要不是充特别多 你就去做 但是最终你要给我铲除 你要做出一个视频出来 如果这个视频你做不出来 你只是玩一玩游戏 然后直播和大家聊聊天 那没有任何作用的 因为直播间 你直播间 如果说你不做视频 直播间就三四个人 没有心理人来 你做的这个直播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让他们做视频 但是他们视频没有做出来 这样的话 我一个游戏一千块钱 他玩个三天 玩完之后 就除了一个视频 我是很生气的 他们就不够努力 如果说像我这样 很珍惜的 这个机会的 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当年那个 抖落大为处 我做视频之前 我是花了一千块钱去玩的 一千块钱玩完之后 在我不仅研究游戏 我在开服之前 我创了好几个号 每一个步骤 当天呢 开服第一天 每一个步骤 打一个什么样的怪 什么样的顺序 我玩了好几遍 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 然后我才去玩这个游戏 然后我能做出 这个节奏很紧凑的 这个视频 大家喜欢看我的这个视频 这些都是花了 这个功夫和心血的 但是其他主播 他就觉得 公司给我钱 对吧 那我们就免费玩游戏 那我们就是托马 我还要叫人家来玩游戏 我们就是托马 他们一个是这样的心态 他这个心态就扭曲了 他就做不好游戏 这样的话 其实就很难说 是做出一些成果出来 所以妄图你是有报销的吗 妄图自己赚的钱 自己覆盖了游戏的成本 剩下多的钱 我就能自己赚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 我可以去玩躲罗天鼠吗 我自己剪视频自己去做 我建议你们要说 你们想做主播 你们至少应该说 你做一做视频 游戏的视频也好 你搞笑的视频也罢 你至少要做一做 让我看到你有一定的水准 有努力的决心和意愿 对吧 别上来就说 你好 我今天33岁了 我做过什么 做过保险 做过推销 做过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玩游戏 对吧 我能够来应聘你这个主播 那我说不行 抱歉 因为33岁的年纪 可塑性不强 另外 你人生 闯社会的这十几年 你没什么拿得出手的阅历 你这个事情也做 那个事情也做 没有说 你做一项很牛逼的事情出来 做的很牛逼 赚了很多钱 能够说 说出来之后 让别人都欣赏你 做不到这个 那你33岁 一事不成 你来做主播 凭什么样 主播我还要出钱给你 不仅给你工资 还要出钱给你冲游戏 凭什么 肯定是 培养不起来的 你自己的事情 你如果都做不好 就是十几年啊 你都没有折腾出任何事情 你做主播就不要想了 然后还有 前天 前天的时候 有一个06年的水友 他只有16岁 他不读书了 再说他就喜欢玩游戏 从21年就看我的视频了 一直一直看 一直一直玩游戏 我很开心 他看我的视频 很感谢他的支持 但是我也说了 我真的说了 跟他聊了好多东西 我就说 不适合 你这个年纪 就应该好好读书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高考 应试教育不太好 但是 你如果读书 你能读下去 就像是古代的八古文 八古文 虽然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能告诉大家 古代的八古文 要写非常工整的一个对账 你要把那个东西 写得很好的话 你就很厉害 很牛班 但是你把八古文写得很好 不一定能有什么成绩的 但是八古文写得好 你就能证明 你是花了足够多的心血 和努力去做到了 就和我们高考是一样的 你能够忍得下寂寞 能够去做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像我们做这个视频 做直播 你一开始不会做的时候 你做的一塌糊涂 你是不是要忍耐这个结果 没有什么人看你 甚至有很多人嘲讽你是拖 嘲讽你做视频 做的一塌糊涂 还欺利主播呢 你就是个垃圾 还不是我做的呢 你是不是要克服 孤独和寂寞 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而学习 又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东西 因为短视频 你要做到火 你要做到一个爆款 你说我视频 我能做到 每个视频做出来 有个上万的播放 很难的 你说你偶尔有个爆款 对吧 有上万播放 有可能 但是你要每个视频 你都能做上万播放 有一个稳定的粉丝 有个十几万粉丝 很难的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能够一点点去学习 而且还在你赚不到 多少钱的时候 你刚进来 不可能说就给你发很多钱 刚进来就给你一个保理的工资 解决你的温饱和住房的问题 然后你就要努力 对吧 就和在学校学习 是一样的道理 是很枯燥的 你在大学的时候 你学习学不好 你来替你做主播 什么都不会一点点学 你肯定也学不好 所以你16岁 你凭什么做这个主播 哪怕你喜欢游戏 你再喜欢游戏又怎么了 对吧 所以我当然 我不是来批判大家的 我只是和大家说 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说做什么事情 都要努力 学习也是 你们以后有孩子了 也是这样去教他的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学习都没有学好 你要去教他 这东西就不足以 教不会 不是说教不会 你就说好好学习 我爸没有教我 这个术语外国化证实力生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教我 但是他就告诉我 要好好学习 那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听他的这个迷魂汤 然后就好好学习了 包括说 我给你们发一个东西 我竟然还和我老婆 聊一个东西 来给你们看 这个字 这个是什么字 这是就读两湖书院课卷 这个就是湖南的一个书院 就是上的一个学校 我昨天去湖南沈博物馆 看到的 然后拍了一个这个照片 有很多漂亮的东西 这个字写的非常漂亮 非常的小 因为古代 它这个纸非常的贵 然后它只能写很小 这样能多写一些东西 所以它们字写的很小 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去练 什么学习这个书法 写的字是很大的 对吧 这样的话能很好的 去帮你扣一个细节 但是你写大字容易 写小字会很难的 写那么小 又小又漂亮 是很难的 但是我就说 为什么 我以前去练个字 就是人家是两房钱一小时 每两天去学一次 然后跟着小屁孩一起学 我喜欢去练字 我现在是想和大家说 为什么说我去学习 有尽头 我爸没有教我这些 术语外物化生 这些知识 但是我学习的时候 我感觉到快乐 为什么 是因为这些东西 一个是我练的时候 我就抠这个细节 别人就是 他就练 就一直练 觉得练得越多越好 但是我是动脑子的 每一笔每一话 我去用心去想 怎么样去写的更好 虽然这个东西比较无聊 写的好不一定能赚到钱 你学术语外物化症 学英语知识 很多人不喜欢学英语 你学了也不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我和大家说的就是 我就喜欢去琢磨这些东西 我觉得反正我时间都花在这了 我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就好好琢磨 这样的话 万一我练得很好 我还能发个朋友圈 我还能让别人开心 让别人觉得我很厉害 很牛逼的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比周围的人 进步更快 我学一小时 别人要学三小时 而且我下来 我回到家 自己再偷偷地自学 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就不一样了 别人还是那个程度 他还忘记了 上节课学的东西 我结果一下子就进步很多 我急着就秒杀他了 老师就疯狂地夸我 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很有天赋 别人就变成庸裁了 你知道吗 我就很开心很快乐 学习不一定是能赚到钱 就是我当时在学校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能比别人厉害 比别人聪明 能得到这奖励 对吧 反正你已经在学校了 我宁愿把这个时间花得好一点 我学点东西 总比什么东西都不学 要强吧 对吧 我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大家以后要去教孩子 各位可以这样子 一个思路去教教他们 对吧 一语而知道 已经教会你们了 赶紧去找个媳妇 是吧 然后让他也关注一下 我们直播间 谢谢各位了 谁能教一下 我甲骨文怎么写 这个自然有人教 我们就算了 旺图是研究生学历吗 我们 现在确实在研究生 但是这个学历 是没有到的 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读书 其实和我们这个直播间 格格不入 本来是玩游戏的 怎么你还在这搞正能量 你装什么 逼呢 是吧 说难听点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拍一个这个东西 OK 好拍完 合一个 我就想和大家说 因为我们直播间 有很多的是小粉丝 很多人 他是只有个16岁 到24岁之前 我们60%的粉丝 都是这个年龄段的 特别是好多未成年 他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读书 这个真的是 我们希望大家能听得进去 如果说你还在读书 还有读书的机会 真的是 珍惜读书的机会 有句话说的好 你觉得读书很难 但是读书是你这辈子 做过的最简单的事情 以后到了社会 被社会毒打 你就知道了 我记得有个香港的富豪 他做过一档节目 就是他觉得 普通人没有赚到钱 就是他们笨 他们不努力 但是呢 节目组就是让他 把他的所有的钱 都不允许去动用 所有的关系 都不允许去动用 你就是给你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给你一点点薪水 然后你每天要干什么活 要捡垃圾 要怎么样 你要活下去 你活一个月看一看 你作为一个土豪 你作为一个土豪 体验一下这个生活 作为底层的民众 你能不能凭着自己的努力 和智慧 赚到钱 不能 因为你没有资源 没有人脉 那些东西 和你都没有关系 你也没有了钱 没有你自己的钱 你做不了什么生意 你心里有那些更大的想法 你全都做不了 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 捡垃圾 做苦工开始 你去做 你做不起来的 因为特别的累 你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特别是觉得土豪 他身体不会说体力特别的好 他一天真的工作八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非常的累 每天回到床上就直接躺着 就不动了 然后吃饭都不愿意吃 都太累了 不想吃饭的那种 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向上去攀身 所以你读书读不好 你就只能沦为社会的底层 做一些这样的生活 其实外卖员还不错了 外卖员 就是美餐和饿了 他们搞这个东西 能给很多人提供一个保证 但是很多外卖员 他也不知道说 要把这些钱省下来 去做以后的什么事情 但就是觉得 我现在终于挣钱了 对吧 我以前去搬砖 去螺丝厂拧螺丝 一个月三千五到四千 对吧 差不多 年轻人一天干的这个活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钱 现在我做外卖 我努力一点六千到七千 一万就不要想了 现在一万的话 有 但是几乎不可能 是顶级人才 顶级送外卖的人才可以做得到 因为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 一般是14到16个小时 而且要送的很牛掰 清真熟路 而且会挑单 会选单 这样的人可以 越有一万 那些人就是 他们挣了六七千 但是他们把这个钱 全都花掉了 没有积累 他们挣了这个钱 其实是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把这个钱留下来 都是高消费了 就没有了 是挺可惜的 所以小龙 你要是赚了一点钱 也要想想说 怎么样花到一些 有意思的上面去 天天直播打赏 给某个美女是吧 没有 这个事情 小龙的这个直播的号 这个VIP是很高的 完了 怎么都9点05分了 你打boss了吗 再点 再点 好了 我怎么和大家吹那么多 欢迎下次再来听 妄图这个收音机 我们周六再来 各位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 在这个生活中 历练 学一些新的东西 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这样的话 总有一些新的东西 和周围的人去分享 因为人的话 是这个社会型的动物 你要和别人去分享 才会有更多的喜悦 别人也会和你打交易道 你才会有一个 更快乐的生活 对吧 你不能指一个人 在房间里宅 宅着不行的 好的好的 不说太多了 给小八菜是吧 小八菜 不知道有没有收到龙哥的礼物 反正龙哥的礼物 以前没想要打赏 他以前是很厉害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谢谢 拜拜了 拜拜 明天中午12点 以后每天中午12点 我们就玩红毒鬼来 246晚上玩 抖罗 1357晚上8点 玩红毒鬼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和后外 拜拜 拜拜 抖罗是永远是我们 最最最轻松 最最愉悦的时刻 真的很感谢各位家人朋友们 拜拜了